中间的这些常用的这些猜测 它这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亚健康状态 它是包含从人体从内到外 从头到脚 这些所谓的地方的一些不适应的 就是它主观感觉 就是它觉得我这里不舒服 我那里不舒服 这些主观感觉都是可以的 而我们的手指甲 是为在中医讲 是人体的四肢的末端 手啊 脚啊 四肢的末端 那个这个四肢的末端 它反映中医的就是什么 你的气血很充盈 那么四肢末端 比如说你的痛觉 温觉 是吧 包括手心有病有汗 甚至你的指甲的色泽 这些都是可以反映你 自己的一个整体状况的 所以这是可以的 那如果观察自己的指甲 不是那么的光亮 那这个时候可以怀疑 自己是哪方面有一些疾患 我们说指甲 它是可以反映你 是否是亚健康状态 那么是不是 我们亚健康状态的时候 你指甲可能有凹凸不平 可能有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凹凸不平 它一定就是 只是亚健康状态呢 不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需要在医生那里 去进行专业的判断 但是至少是 它告诉你一个信号 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这只是给你 你的身体 给你一个提示 或者是给你一个警报 我不舒服了 你需要关注我 求关注 不舒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